中国地方的戏曲是历史悠久 而广东乐剧也由2009年被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确认 为人类非物质的文化遗产 可见它是非常值得保留的 而一城文化交流协会自2011年来在美国成立 是一直努力推动乐曲的戏曲文化 他们鼓励并且教导美国土生土长的小朋友要学习乐剧 让他们在各个社区中表演儿童乐剧 而透过孩子们生动活泼真挚的演出 让市民们更加的认识了乐剧戏曲的文化 为乐剧的传承以及推广做出了贡献 一城文化在2011年夏天 邀请了香港的深辉儿童乐剧团的13位天才小演员 来洛杉矶演出 全场满座 今年的8月23日 一城文化再度邀请他们来到洛杉矶 和本土的小朋友一同交流演出 这次的大型儿童乐剧会演 将由香港和洛杉矶14位7岁到14岁的儿童 破天荒的同台演出 10个乐剧精彩选段 演出地点就是在最新落成 极具规模的亚凯迪亚演艺中心大剧院 表演附设中英文字幕 希望吸引更多不懂中文的观众 这个老少嫌疑的节目实在是今年夏天 家人亲子活动的最佳选择 演出时间为8月23日周六晚上7点 票价为100块50块和30块 购票和节目查询 请致电626-923-9879 909-257-8432 或浏览一城文化的网站 www.kidsopera.org 购票地点德成行 同时也可以致电一城文化购买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